这地方有很多的游客 常常同的时间好几组在演出 有社区在练土风舞啦 有人唱歌还有吹陶笛的 大家就要尬场啦 所以呢声音一个比一个大 到假日的时候更夸张 这辆经过民众喧哗还加大音乐声 陶笛演奏也来插花 这是假日的台中草舞蹈 街头艺人的音乐每个都在鼎大声 至极平日夜晚的草舞蹈 其实也很热闹 有土风舞链跳带领口号 还有街头艺人弹琴麦唱 跟开听好像没那么巧 但要是合在一起的时候 土风舞跟这两个音乐啊 夹杂在一起我就变成不是音乐了 变成一个混音啊 就是很吵啊 都听不到他们在唱出 两边声音都在对象的感觉 一边唱国语一边是广东话 观众受访这个时候 谈到表演音量左右夹几 这时台中草舞蹈天天都有街头艺人演出 只是表演登场音响一开 并非只有一组街头艺人的状态下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音响大战 看大声都要照着我们这边音乐啊 没有办法说要听不到阶段 像我都是放下流下朝上导 对这样子就不会打到柜面去 在这个扩音器的使用上面 应该有一个ABCD的这个使用规范 这样的其实如果都能够做好的话 我相信民众的抱怨 甚至街头艺人之间平常的因素 这个我想都可以降到最低 公共表演空间 每一组街头艺人甚至练跳土风舞的社团 该如何规划拉出间距 不会互相干扰 即使是不开了协调会 结果还是无法解讨 在内心陈正栋 秋若阳 张俊东 来台中的采访了 感谢观看